第20集 土木宝真相 上一集说到,土木宝牺牲的明军将士都是民族英雄,那么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到底是谁呢? 到这一集为止,我们知道大尖全是于谦,可是于谦为什么要制造这一切呢? 接下来,我继续带大家进入西游世界,这一集会涉及到更深入的问题,希望大家尝试理解,尝试接受。 孙悟空和赛太岁大战一场,最终赛太岁打不过孙悟空,差点被孙悟空用火烧死,为什么说差点呢? 因为就在赛太岁临死时候,观音菩萨出面,救了赛太岁,我们注意一下,作者对于观音菩萨这次出场用了一个表示态度的词语,力声高叫。 也就是说,观音菩萨生怕孙悟空把赛太岁打死,所以大老远的就以非常严厉的口气训斥孙悟空,让他立刻住手。 这一段是朱子国的故事,已经是在西游记这本书的后面章节了,所以孙悟空早就习惯了,一路上的妖怪都有后台,因此他马上就问了,这妖怪是不是你放出来的? 当然,孙悟空不能和我一样放肆地说话,所以他问的话比较有技巧,这怪适合来历,赶劳今身下降收支。 观音说道,这还用问吗?肯定我养的啊,这就是我家的金毛吼。 先说一下吼是什么,这是一种传说中的怪兽,他有个特殊的地方,就是专门监视皇帝。 面男儿做的,就是监视皇帝在皇城外的举动,也就是说皇帝出了皇城,面男的这个家伙就盯上了皇帝,这叫忘帝归。 如果皇帝怕了他的监视,回到皇宫内部,自己的小家庭,那也不行,还有面北的怪兽监视着他。 皇帝在自己家里做的事,一举一动,都逃不过他的一双眼,这叫忘帝出。 也就是说,皇帝除非上天入地,否则只要他还生活在人类社会,还是人间的皇帝,那么不论他躲到哪里,都逃不过这个怪兽的监视。 观音菩萨说,赛太岁是自己养的金毛吼,也就是说,于谦其实是自己安插在大明朝的密探,其实都不是密探了,都明面上了,于谦是兵部侍郎。 天天在朝廷上露面,从来也不隐藏。 这个时候,诸子国的故事就完整讲完了,剩下的孙悟空就回金圣宫,回到诸子国,这都是小说收尾,已经和历史没有什么关系了。 但是,真正的历史,在这里又深入了一层,这时候我们就不能在诸子国这个小范围内考虑了,而是要思考,观音菩萨,于谦,大明皇帝, 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? 如果我们以为西游记只是神话小说,那么观音就是观音,金毛吼就是金毛吼,国王就是国王,没什么好说的。 不就是观音家里养的宠物跑到人间,做了点坏事吗? 这算什么啊? 西游记里面到处都是这样的宠物,不奇怪。 然而,西游记对于认真的读者来说,并不是神话小说,这是一本真正的大明朝历史。 作者在这里明显告诉读者,于谦和观音有着极为深刻的联系,那我们就不能视而不见。 作者花费如此大的心血,将明朝真正的历史隐藏在西游记之中,他不会没来由的让于谦当上观音的宠物,而且特意给他起名金毛吼。 这就是告诉读者,于谦就是观音放在大明朝,天是大明皇帝的金毛吼的出现,就让我们进入了大明朝,甚至是人类社会,更深入,也是更加隐藏的一段历史。 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凡人看到的这么简单,人类是万物之灵,但是在人类之上有一群伴仙儿,或者我们直接说神仙儿吧,也可以。 人类之上有神仙儿,但是神仙儿再大,大不过道,所以世界最高处是道,下面是神仙儿,再下面是人类世界。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,神仙儿分为两派,一派是产教,一派是结教,在大明朝静难之役的时候,结教支持朱棣,产教支持建文帝,最终结果是朱棣打跑了建文帝,自己当了皇帝,也就是永乐帝。 我们凡人接触不到神仙儿,但是朱棣能接触到,现在大明皇帝上头只有一个结教,让朱棣感觉很难受,因为人间皇帝也大不过天上神仙儿,他不想自己头上还有个太上皇儿。 可是他只是一个凡人,即便集合全大明朝军队,也不可能打得过神仙儿,因此这时候朱棣就想了一个办法,他要去联系被结教打跑的产教。 这里有两个目的,第一个是以产教限制结教的权利,第二个是要产教帮他夺赦永生,时间来到1409年,这一年有一件对于朱棣来说非常关键的事情发生,就是西藏皇教成立。 也许是因为两年前自己最爱的女人,也就是徐皇后死了,所以朱棣对于永生的渴望更加强烈,这时候西藏成立了皇教,为什么我特意点出这个皇教呢? 皇教有个特点,是戴黄色僧帽,而黄色在历代帝王时期是帝王专属颜色, 如果你说身上的衣服偶尔用点黄颜色还可以,但是这个帽子如果你是纯黄色,那绝对不能允许,是掉脑袋的大事儿,抄家灭门。 可是这个皇教就是戴黄帽子,这只能说是永乐帝允许的,黄色的教就是皇家的教,这个教在创建之初就是为皇帝服务。 具体怎么服务呢?这个我不适合语音,我请大家仔细看看这一张图,这个教的创始人,有两个最著名的弟子,一个是这个名字,一个是那个名字。 这两个名字直到如今还依然存在,而这个教派创建在六百年前,这两个人从未断绝,延续了六百年。 这种事情我不能在视频里面说得太深入,所以点到为止,大家仔细看看视频上那个图。 从朱棘为孙子建立右军,到成立皇教,还有郑和下西洋,都说明一件事,就是朱棘准备夺赦了。 关于郑和下西洋,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说法,我分别来驳斥一下。 一种,是郑和寻找建文帝。如果说郑和是去寻找建文帝,那么郑和两年多不到三年就来回大明朝一次,他这不是消极代工吗? 郑和的庞大舰队回来干嘛?还有更重要的,朱棣不但是皇帝还是带兵的将军,寻找建文帝如果是朱棣的命令,那么郑和那么多次去都没有找到,岂不是应该换帅? 结果没有,一直就是郑和带队。 第二种说法是,郑和宣传大明国威去了,这种说法不值欲博。 我举个最具体的例子,美国航母满世界跑,哪一次是毫无目的地瞎溜的?这么庞大的舰队,不但花销巨大,而且还是国之重器,哪能瞎溜的呢? 而且,永乐帝死后,他儿子停止了郑和下西洋,而他孙子一上台,立刻恢复了郑和下西洋。 显然,郑和下西洋有明确的任务,越不是找建文帝,更不是宣扬国威,他的任务执行得非常好,所以朱棣机上台之后,让他马上继续执行。 这个任务是什么呢?就是朱棣和西天神仙达成的协议,西天神仙帮助我平衡结教,同时给我永生。 整本西游记,除了记录大明朝真正历史之外,就是在说夺赦的事。 夺赦正是大明朝真正历史中隐藏更深的真相。 大明朝的各个皇帝不是只有朱棣夺赦了朱棣机,目前为止,我最少从西游记中解读出来两个皇帝都是被夺赦的。 被谁夺赦,这个就不是他们的爷爷或者祖先了,而是另外的人。 下一集,敬请期待。 矶 琛 打 打 打